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某个值对吧定位到13这个位置 13这个位置 那么发现13被占了 对吧 然后呢他只好向下找 向下找14又被占了 那怎么办呢 再向下找 一直找到没有被占的 比如说15没有被占对不对 OK15 那么他就停留在15这个位置 那么实现这个线性探查法呢 就是我们说过这个问题 只要是这种线性探查的 都避免不了 要对他的key去反复的比较对吧 比如说你要查找他的时候 查找13 是不是得跟 比如说你查找他 查找13 那么你不确定 这个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 比如说你现在有个job对不对 你有job 现在呢被存取到13这个位置 然后呢你的jobs 因为s多了一个肯定在后面对吧 存取到15这个位置 对吧 那你 那么你怎么确定 这个肯定是你想要的呢 对不对 比如说你存到了13这个位置 或者说因为13变占了 你知道向后几 几到14 几到15 对吧 这种可能15这个才是最终你存储的位置 那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也要通过对这个key的一个比较 对吧 线性探查少不了 对这个key的一个比较 所以 刚才说错了 对吧 我们应该在线性探查里面还是需要这个辅助类node来帮忙的 OK 所以这段代码咱们可以复制一下 好 咱们实现线性探查方法 one 呃 hash table对吧 x线性嘛 咱们简单点 OK 这段代码呢 直接粘贴 对吧 因为这个是少不了的 好 首先我们实现第一个方法 this.put 还记得put的方法的原理是什么吗 对吧 传进key和value put的方法原理很简单 就开始吧 var position 第一步 初步的一个哈希表定位对吧 lose lose hashcode 去获取这个key 通过key去获取这个位置 然后if table percision 等于 对吧 andify 对吧 我就要确定一点 因为我不想遇到可能andify等于andify吗 对吧 是处的 OK 这个没问题 如果这个位置等于andify的话 是不是直接存下就可以了 table percision percision 等于new node key和value OK 这个应该不难对吧 如果这个是andify的话 那我们直接存取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它不是andify呢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位置 被 占据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就得向后找了 首先我们挖一个index 等于position 加1 可以吧 position加1 就是会开始下一位 对不对 然后可以判断了 well 对吧 table index 不等于andify 就是说如果你下一项 就是说position加1 index等于position加1 是不是index已经是下一项了 如果你的下一项还不是andify 那怎么办呢 index仍然要加加 对吧 直到满足条件的时候 对吧 这时候跳出来 那应该怎么跳出来呢 table 跳出来之后应该 tableindex 就等于new node 对吧 key 描定 OK 好了 现在咱们捋一下这个逻辑 捋一下这个逻辑 比如我们先去添加了 把这个画板放大一点 比如我们先去添加了 这个anna在这 对吧 13号 第一次我们添加的时候 13 添加anna进来 一开始啊 这里是每 数组的每一项都是undify 是不是 因为都是空嘛 肯定是undify OK 我们一开始获取到它的 hash 散 散列值 对不对 是13 13 然后呢 if table position 等于undify 那么我们定义到13 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undify吗 答案是true 对不对 那么当然满足条件 那么直接把这个anna 存下来 但存储的时候 记得要把key跟value 全部存一起就通过node的这个辅助类 对吧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存储了一个node 存储了一个node OK 好了第二位 第二次进来了 这第一次查找对吧 第二次查找 那个 down near的 down near进来了 down near进来之后 是不是通过这个方法 获取到散列值也是13 对吧 也是13 那么这时候 这个条件判断成立吗 他还是undify 不是因为他已经存储了一个node在这了 对吧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条件不成立 就得走这一段了 OK 首先第一步 index等于position加1 就说position现在是13 对吧 那么我index是他的下一位 就14 我们去查找14这个位置 是不是undify 如果啊 后来呢 我们又做了一个处理 对不对 通过这个viel寻完 那viel寻完的意义是什么呢 viel寻完意义是不断的查找 直到满足条件 直到满足什么条件 我们必须遇到一个undify 就是遇到一个空的 才能够往里面存 对不对 那么没遇到空的怎么办 比如说假设啊 假设这里 已经存储了一个node 那怎么办 是不是只能继续往下找 继续往下找的是什么意思 index 加加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这也判断 判断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新的位置 是undify吗 对吧 如果不是undify 不等于吗 如果不是undify 那怎么办 不是undify index呢 就要加加 ok 那么直到最后 跳出循环的时候 一定满足了一个条件 就是table index 是undify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值 存到这个table的index 为这里了 就直到遇到undify为止 对吧 就存到这了 ok 存储成功 好 对吧 这个符号是没有错的 然后啊 然后我们就看下一个 put很简单 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会稍微头疼一点的 我们要实现这个get的方法 对吧 get的方法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